我本来是要去梅丽莎编 为什么你要拿刀子刺我爸爸 我就是 我就是跟你讲说 我头额有时候断片断掉 生意里一名男子遭家属质问 为何吃刀伤人 外在花莲的西林部落21号清晨 一名48岁的谢姓男子 独自擅闯民宅之后 随手拿一把刀蟹 架在阳系女子的脖子 并且恐吓不要乱动 而家人健壮之后 想要夺下刀蟹 反而被谢姓男子刺中脖子 后续终于在两人协力之下 把胸弦压制在地 而遭到化伤的阳性屋主 则立即送医 据了解谢姓男子有公共危险 伤害前科 而且还有吸毒的情况 平常也是部落的头痛人物 警方也依照多项罪嫌 将他起诉并且移送花莲地检署 现场经优势紧密控制 将谢贤逮捕到案 全案依涉嫌伤害 妨害自由及侵入住宅等罪 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而检方考量背后坦诚罪嫌 并且愿意跟被害者道歉 以及寻求原谅 因此预知无保请回 后续也会尽速冲换被告 了解是否需要进一户 尝治治疗 而家属无法认同这样的决定 认为谢贤还是会有罪犯的意图 由于检方预知无保请回 目前只能请分局加强警力 监督男者的状况 确保民众安全 但是持刀事件的影响 目前也造成部落人心惶惶 深怕犯嫌下次会再度随机犯案 于是新闻在老Beats欢迎万荣采访报道